大家好,我是光潭 今天我们继续有法国 我们去一个特别的地区 叫 Bourgogne-Franche-Comté Bourgogne-Franche-Comté本来是两个区 一个叫 Bourgogne 一个叫 Franche-Comté 2016年就结合在一起 但其实在我们历史 从五世纪到八世纪 这两个区本来就也是一个大区的 什么 Bourgogne这个区很重要 在法国的历史 很厉害的 因为那边的农业就比较丰富 一直是个比较有钱的一个区 所以那边的王就很厉害 然后在我们历史上 他经常就会跟法国皇帝去PK 去打架的 那 Bourgogne-Franche-Comté最大的城市叫地中 你们可能这个城市 很多人认识因为地中解脉 是在法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的一个解脉 就那种法式解脉一般就是地中解脉 这个解脉的特点就是 就是一般的解脉就是用解脉子和水 把它打成一个解脉浆 但是在地中他们是用白葡萄酒 就不用水 所以会有一个酸味 一个特殊的一个风味的 那就 Bourgogne-Di除了黄解脉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特色 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个 就是牛肉的一个品种 就是一些白色的牛 特别大 特别壮 这个肉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们法国人很喜欢这个肉质 可能没有那种澳洲或者美国的那种肉的那么肥 那么嫩 但是这个肉的香味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产品 都是受到这个葡萄酒的影响的 因为他们是种葡萄酒 种的特别多 特别好 大家都知道就是 Bourgogne-Di的葡萄酒 特别特别著名 在法国 可能在全世界最贵的葡萄酒 有很多就是来自 Bourgogne-Di的 因为他们那边的产量就不是特别大 但是品质特别好 所以很多人想买 价格就上去了 所以他们的特色菜很多跟酒有关系 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叫 Bourgogne-Di 就是 Bourgogne-Di 红酒炖牛肉 这也是一个法产比较有代表的一个菜品 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公鸡 红酒炖公鸡也是来自这个区 那那个荷兰青大蒜五牛 也是很多特色菜 那 Bourgogne-Di的葡萄酒 特别特别著名 不管是白葡萄酒 还是红葡萄酒 最贵的就是在 Côte d'Or这个区 就是最最著名的那些 Bourgogne-Di酒 然后还有 Chabli 还有 Bourgolais Macon 这些区也是 也是做很多葡萄酒 那除了葡萄酒 他们在 Bourgogne-Di也做一个 黑加伦的利口酒 也是很著名 叫Creme de Cassis 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利口酒 放一点气泡酒 或者白葡萄酒 做一个开外的一个 叫Kirwayal Kir或者Kirwayal 很好喝的 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这个区 那一定要去那些酒庄 赚一拳 很多好喝的葡萄酒 但是现在可能出去就不方便 所以也可以看我的视频 在家做一个红酒炖牛肉 挤盐一下哪边的美食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 拜拜